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大家 今天晚上其實有多少的活動 然後大家可以聚集在這邊 關心比較小眾 關心的問題是很難得的 那詞這件事情本來就是稍微比較少一點能懂的 所以本來如其一代會有很多很多人都來參加 那今天呢 我非常的 其實我是非常羨慕李老師 就是詞人大概是我最羨慕的一個師誠吧 短短的兩個字 但是是非常強而有力 那我們也對詞人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 那我想今天我們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有一位詞人 他來到這裡現前說 他可以談詞 還有詞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而且呢 除了我們會有 有一點點稍微學理一點的討論 這兩種之間的關係以外 那我想我們也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聽聽 李老師他自己個人創作的這個心路歷程 那李老師他是在很特別的二二八世界那一年出生的 那這一年的出生就已經注定了 他大概是未來 未來就是會很色違關心這樣一件事情 那在過去台灣的那個威權 然後戒嚴的年代 一個詩人要不關心政治 其實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那李老師他自己透過翻譯 介紹東歐這方面的寫政治詩的 還有這一些的譯作 那透過翻譯來介入我們政治 那這本身就已經是蠻特別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今天會一直圍繞在一個主題上 詩人跟政治之間 或者說 詩跟政治之間 或詩人跟權威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然後是一種什麼樣緊張的關係 那透過李老師他今天會跟我們分享的內容 我想我們可以看得到 詩人有他獨特的 借助政治的方法 他可以用稍微迂迴一點的方式 那這種迂迴的方式呢 其實在古希臘的時候 就已經是被發現了 只不過從最古老的西方哲學 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因為那是在柏拉圖的年代 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詩人用迂迴的方式 然後不去直接把真理講出來 甚至用迂迴的方式會讓我們不解 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到真理 因此柏拉圖非常討論詩人 所以詩在最早期的時候 然後就跟哲學還有跟政治 就有一種微妙的三種關係的存在 那西方大德蘇格拉底 他本身還是跟詩人有很深的仇恨的存在 因為他基本上是被詩人控告了 他控告了兩次 剛開始詩人就是討厭他老師在問一些有關真理的問題 那到最後他被判死期 碰到他的人已經有詩人在內 那柏拉圖當然非常的煎疑這些事情 所以在柏拉圖所設想的理想國裡面 就是把詩人給驅逐出去 詩人最好不要在理想的國家裡面 而且如果要存在理想國裡面 他的作品必須經過審查 才不會出版 那這些事情我想我們大家並不陌生 曾經轉過威權年代的 我們都很陌生這樣的道理 那只不過在當時 當時的詩人他代表的是一種 與政治比較結合的一種力量 也就是說當時的詩人他反映的可能是一般社會的主流的想法 或者說他是可以是站在傳統或威權這一邊的 那反而站在傳統這一邊呢 對於挑戰傳統或者要挖絕真理 詢問傳統本身是不是有道理的人呢 那這就構成一個張力的比賽 那也就是說這種張力其實身為詩人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邊 到學來的時候 學來就說過詩人基本上是世界的立法者 只不過他是官方承認的一個立法者 但他是一個立法者 也就是說詩人他有一種獨特的一種身份 或者是觀察或書寫的角度 那基本上他可能會跟權威之間就是本身就是存在一種緊張的關係 那這種緊張的關係也就是導致要許多的政治權威 害怕詩人 那害怕詩人我們接下來剩下的就是一個詩語政治 或者說詩語失去的語言最好都沒有畫假的那一種詩語政治 那二十世紀呢 基本上人類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有很多國家都共同走過在一個階段 那東歐 或者是蘇聯 然後東歐 甚至拉丁美洲 然後還有包括台灣 那都有走過這種詩語政治的這個年代 包括中國隱世 六四條命事件的時候 中國還有一派的蒙龍詩人的主張 他們也是透過詩的方式來挑戰權威 那李老師今天會告訴我們 就是剛開始會告訴我們 東歐蘇聯這些詩人 他們怎麼樣子 用他們的寫作來實際解錄 那李老師也會跟我們分享 他也會做一些分配 因為現在不太一樣的 詩人並不一定都是會挑戰權威 或者是時間要宣揚真理的 因為詩人在二十世紀也有很多的變化 有的是御用詩人 然後有的是已經被政治收編的 所以李老師他今天會做一些不一樣的詩人的分類 然後呢分類之外 李老師也會介紹一下他個人的心路歷程 他怎麼樣子 藉由他的翻譯介紹 來親自介入台灣的政治發展 用這種方式 特別的迂迴的方式來關心 那我自己其實也有很多的相關的問題 也希望等一下能夠跟李老師與文學對話和討論 讓我們謝謝 我先把時間交給他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謝謝一號教授的介紹 上次我跟 我跟羅賢先生在這裡的隊團 本來依靠 今天我的題目是文化立國 立的立 我回去看了一號教授的名片 他是在政大政治系 所以我就打電話 我是被改 叫做詩與政治 以後面我可以讀一些詩 介紹一些詩 然後拖拖詩來開探政治 看看詩與政治 什麼關心 然後跟各位用讀詩 然後跟這種行程 來進行今天的活動 我特別把一些 跟詩有關的我的出版品 來這裡 各位等一下有空的話 可以看一看 好 然後我放回去 那裡面有我的詩集 有我的歡迎 還有我的歡迎 加上我的所謂意讀 我怎麼樣讀 然後介紹了他們 最近我剛剛進取了 一兩個月的讀詩的例子 因為我幾個月前出了兩本同樣的詩集 我也帶來那個那本那本書的明信片 要送給大家 我到屏東、高雄、台南、雲林、伊朗 跟老師、跟小朋友一起讀詩 那在這之前 我還在暑假的時候 在日本基金會的安排之下 在台北、新竹、台東、高雄 跟媽媽、還有小朋友一起讀詩 然後這個活動進行 同時我有三十幾個朋友 他們一起送這兩本同樣的詩集 將近一千個小時 然後我覺得 作為一個詩的座臺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這樣溫馨的場合 各位來讀詩、來談詩 我第一本詩集是在1969年出版的 那時候我22歲 我那本詩集 我現在回頭過來看 就是非常浪漫的 非常舒緩的 非常有一種 我自己稱作為青春過敏的環朗的那一章 我都不太敢回頭去看 出了那本詩集以後 我才覺得 我在寫了一首詩叫做《遺物》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真正走上詩人的路 《遺物》是一首用戰爭的受未忘人的那個詩 說到從戰爭寄回來的 宣稱的遺物 裡面一條說法 寫 開始進行 我在去年年代初期的第一本 第二本 也就是去年代初期的一本書籍 叫做《正文歌》 裡面大部分都是《反戰》 我在去年時代 剛好是全球學生運動發出的時候 就是1968前後 那個時候 我出生的時代 我是1940年出生 然後1947年前後 就是戰後出生的時代 在196768的時候 剛好去大學 然後那個時候 從巴黎大學 從那個 東京大學 還有從那個 普朗格 還有很多很多的大學 包括美國 波克蘭 很多的大學 被把夜戰的氛圍 燻起的那個學生運動 那時候台灣當然是 沒有受到這個全面實驗生運動的那個 本質的影響 台灣那個時候 都是在航空抗惡的體制下 還是在戒嚴時期 所以我們那時候 開始學習的時候 實際上 我們面臨到 我們的社會 所謂的詩壇 有很多 這個什麼 網共抗惡的 國社文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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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民黨的 反國體制立場 去對 紅色中國 去革命 台灣的 藍色中國的 政治的前進 提供 國民黨政治服務 如果沒有很多的資訊 事實上 是不太能夠去 有所結學的 這不是台灣的教育的體制 或是有傳播的大學 或是新聞的混回 或是無其他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 在我開始學說的時候 所謂現代文學運動 通常都是把現代文學內向化 都跟現實無關 事實上 跟我們後來 看到的現代主義 或是西方的 超通人主義 它有些是 建築革命 有些甚至 在本國做抵抗 或是外國入侵的時候 做抵抗 是不一樣 台灣是虛絕了 文學運動 把文學當作 一種所謂幽靈 那個幽靈不是鬼 而是因為我會政治去服務 唱歌給政治聽 那個靈魂的教授 我為什麼能夠去 有一種政治學習 後來把詩跟政治的一個課題 或是迷失政治 我記得有幾個 我一個特殊的記憶 還有經驗 我出了第一本詩集的那個時候 我才去接觸到很多 台灣的非主流的詩人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歷史構造 我們在1945年之前 我們是被日本掌握了50年 我們在1945的8月15號之後 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天華宣布 解除 解除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以後 台灣並沒有向很多的國家殖民地 國家宣布獨立 追求獨立 而是在一個錯誤的期待 然後就是引接著祖國到台灣來 那很快的就發生 二八事件 進行長期的白色的恐怖 所以戰後的那個文學發展 和語言的條件 是跟戰前用日本語 作為中心環境規模 有一批我們現在都不知道的 日本時代所留下來的台灣的作家 是智商舞台出了第一本書以後 才慢慢的日子懸處 原來台灣有雙重構造的文學傳統 一個就是日本語 時代所產生的台灣的軍隊 還有很多是小說家 這個一直要到1970年代 80年代到現在 不斷的在翻成中文 那事實上我覺得 如果我們各位想一想 戰後台灣的那個文學文偉 是怎麼樣 是從閱讀教科書裡面的 朱志青跟徐振某開始的 不是從台灣的作家的文本開始的 我們並不認識台灣本身的作家 我們是在國民黨的那種 以文教育的那種位置之下 然後去左向斷頭的 開始的時候他們講是中國現代文學 那時候在台灣都被教育成為 這就是一個中國 那後來一般般的中國已經在 最上獲得很多國家承認 變成一個代表中國的時候 台灣變成怎樣 台灣變成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 台灣的中國文學 然後到台灣文學 其實有一種歷史的過程 歷史的過程 我開始接觸這些日記時代的詩人 他們在1964年的時候 他們在1964年的時候 組織了一個詩的團體 叫做立 斗立 當初取名的時候 據說是因為 斗立是有非常台灣的一種宣傳 然後成立的地區是說 不帶皇冠 要帶斗立 就是選擇要跟一般的人民站在一起 而不是歸民族 後來在六年年代 那個時候成立的時候 那一年是1960年 那一年在台灣 有佔過特別的國務法制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彭銘銘跟他的兩個學生一起 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選議 剛好是從1945開始計算 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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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十年是有歷史學上的意義 為什麼 二十年是一個新的語言出來的學生 如果你回想 從小出生的時候 那你開始學習一種語言 到二十歲的時候 你大概讀大學 你可以從一種末生的語言裡面 經過二十年之後 就可以產生一個語言出來 所以我出生在1947年 在我開始學習 包括壽品 22歲的時候 超過二十年 所以我已經是用中文去學習 我沒有我的父親那一代 在日本時代日本教育 然後不會用中文 然後他們是經過了二十年的摸手 才在大概1960年的時候 有一些台灣士 一起組成一個綠碼 這個輸色 可是他們的中文 到現在來講 還是不成熟的 還是非常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 是我的文學傳統的 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他們根源於台灣的歷史 有一些詩人我剛剛提 已經過世 大概去年過世 將近九十歲 1920年代 1920年代的很多人 如果在正常的國家 不管你是戰勝國 美國 或是說英國 或是戰敗國 日本 或是德國 意大利 1920年代出生的詩人 都是在戰後的時候登場 戰後他們大概大學 畢業 或是快畢業 他們的文學時代 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 如果在政治領域裡面 像李先生 李登輝 他們那一代 文明的那一代 也是1920年代 因為他們的戰後 並沒有戰後的舞台 因為怎麼樣 他們一直要等到 慢二十年之後 才登場 所以他們的心情 他們的文學 他們的詩歌裡面 有政治 可是那種政治 是一種非常卑微的 非常哀傷的 沒有非常強度 是一種悲傷 卑微 我剛提到 兩個過去的詩人 一個詩人 叫做陳全武 他是我後來 在一首 六年代出了詩本詩集以後 切除 然後認真他以後 我在他的詩裡面 就是讀到很多 我現在都記得的詩 譬如說 他在一眼淋淋淋 在我正式的他 寫了一首 叫做平安 這首平安 在他的一本詩集 叫做 《馬祖的殘祖》 綁小腳的馬祖 他把馬祖這個象徵 用來做獎勁的象徵 在這裡面不斷去批判 用非常委婉的口氣 說 馬祖啊 在你坐了那麼久的那個位置 你被人燒香膜拜 整個臉都黑了 你為什麼把你的位置 讓給年輕的女孩 他就這樣過去 他用另外一種口氣去批評那個 這個博明大會 說廟與管理文會的老先生們 這個就是 跟馬祖的關係 跟那個廟祖的關係 就有點像 博明大會跟蔣介石的關係 他有一首平安 批評台灣的那種 非常 煥爛的一種所謂的 祭拜的 一種疑信 他施了平安 戶體 他有一個戶體 我的漁民政策 他用一個藍人的口氣 這顯然是一個統治的口氣 對比人的講話 他說 雖然我沒有信仰 可是我不反對你信仇 這樣你就不會對我吵吵鬧鬧 他用這樣的口氣 為什麼台灣的那個民心那麼氾濫 然後很多廟祢的董事長都變成立法委員、議員 廟祢政治 所以他是個董事長 統治絕過的一種 所謂魔爪地道 一種社會工具 另外一個是 叫做警員 他選了一首歌叫做文子令 很短 我常常覺得 他這個反映台灣人 在經過日本殖民 在戰獲的惡拉世界 發生恐怖 有那種台灣人的那種吸血 他說 文子有一個流淚嗎? 因為 文子是吃人的血而活著的 而我們人的血內 有留著很多很多的悲哀 他非常巧妙地 把那個文子吃人的血 然後把人的悲哀 傳染到文子的悲哀 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去諷刺統治者 壓迫 為什麼這能夠成立 能夠存在 比起小說來講 小說是到1970年代 雙口文學 在以後80年代到現在 在非常高度的表達的自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必領 可是在壓迫的時代 事實上 詩裡面可以藏著政治必領的秘密 這個是一個我們能夠看很多的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 書的文本跟小說的文本 比較不一樣 就是 書裡面藏著很多的秘密 然後有心人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秘密 我受到他們的影響 然後一個是國外的影響 就是我在1970年的時候 我拿到了一本 一個契約版的捷克詩詩 這個捷克詩詩 當時收了三個捷克詩 一個就是1984年 得諾貝爾長的那個三個詩 一個就是那個 後來我在1970年發表 33所翻譯他的 書的一個捷克的歷史 學 在布朗克大學念歷史 得到國際學位 在那個博物館當研究員的一個 八十線他的詩 三十三首 我在那裡面才看到 才知道 原來在獨裁統治底下 詩也會這樣做 在他的詩裡面 給我影響非常大 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能 我們實際上可以 因為詩隱藏著一種語言的 一種特色的力量 他能夠去 在非常隱密的 各種方式的巧妙 去作為抵抗 是不是不一定跟政治 有關係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 是一個非常幸福的 非常和平的 有些國家 可能不一定去處理 可是如果 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或是這個政治 是有問題 有壓迫性的時候 一個詩人 我覺得 你不能夠說 你跟政治無關 我常常引誘一個 蘇西亞 蘇聯時代的一個 惡意的 猶太 去人 後來他在 1960年代 他是流亡到美國 他離開 舊蘇聯時代的時候 是因為他學師 沒有工作 常常批評政府 批評政治 然後被當作社會的基辛蟲 然後審判 流放到西伯利 然後有很多 世界上很重要的蘇聯 去進行對他的救援 在冷戰的時期 就在我年輕的時代 20歲 30歲 40歲的時候 在蘇聯還沒有解體的時候 事實上 那個時候美蘇對抗時代 很多在鐵幕 我們所稱為鐵幕 就是邱吉爾講的 就是以美國 英國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 對共產主義體系的 那個國家的那種 很多的 在他鐵幕裡面的是 他被壓迫 被關 常常得到西方的文學家的救援 然後蘇聯 或是東歐洲 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就是用流放 就是 哪一個國家要接受這個詩 布洛斯基是被美國接受的 就有他的最重要的詩人 叫做歐登 W.H.歐登 是一個英國詩人 後來他規劃美國的一個英語的詩 非常重要的一個詩 然後這個布洛斯基就講了 他說詩人應該干涉政治 一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有錯 不是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你不處理政治 是政治會的處理 所以詩跟政治本來是不同的領域 但是他是沒有辦法 脫離關需的領域 因為我常常覺得 社會的構造是 底層構造是經濟 以物質作為基礎 上層構造是文化 所以你的語言或是意義都能取出 關需過少是政治 那這個商量會有關聯 政治有文化關聯 比如說我們在政治學的解釋上 這個政治學就是文化裡面 然後政治的批評 有時候在文化上會因為 一些正義或什麼來批評 會認為政治應該怎麼樣 那如果他不是怎麼樣 文化上會有批評 所以我覺得我們實質的社會是 軍區跟文化構造 可是關聯的構造是政治 我常常用一個構造來語畫 就是政治構造是 它的政治的意義是結構 然後它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呢 存在的價值 第一個是秩序 第二個是正義 第三個是安全 就是有國防 有正義 有法律 然後有秩序 因為政治它會有過兆的社會條件 因為群體會有那種過兆 必然去兆的過兆 有多數人以上都有過兆 可是軍區的領域是什麼 軍區的領域是什麼 軍區領域是因為 固執作為中心的資源 在生產 分配 使用 它有很多原理 比如說自由資本主義的原理 或是社會主義的原理 有很多原理 基本上它是在 資源的生產 分配使用 但是文化是什麼呢 文化是意義作為中心的 象徵作為中心的文字 然後它會有意義 會有風格 會有價值 會有價值 這種體系 然後 詩作為這種體系 那你說跟政治無關嗎 它好像也不是政治 可是 跟政治也不會 所以沒有關係 如果政治去壓迫你 處理你 那雖然作為一個 捐證者也好 作為一個參與者也好 所以已經很多的所謂觀念 到現在一直 會有 比如說 人應該是純粹啊 或是要 參與 這兩種都有各自的一個主張 然後這個主張當然是 站在抵抗 而批評 或是站在服務 詩為政治服務 我覺得沒有一個文化的批評家 或是文化的思想研究者說 會同意 可是戒入的時候 戒入的時候 要不要戒入 或是說 詩本身所營造的 所呈現的美 它就是一種戒入 戒退說得通 那有些詩人就是說 他的作品戒入 但是人不戒入 或是我的作品不戒入 那我仍戒入 我天天 你可以參加結合一些社會運動 有他的詩沒有正常 那有些是我的詩戒入 那我行動也戒入 那也可以說 我的詩不戒入 我的行動也不戒入 如果 他的詩 真的是好的東西 好的那個藝術 的話 也許你經過了那個不同的時代以後 他會重新被發現 他的美根價值 可是對於當時來講 他就沒有辦法承擔當時的一種使命的角色 我去讀到那個八十世間詩以後 就產生了我 不斷的 後來就是去摸手 或去關心 其他外國的詩歌 還有對台灣的詩歌 在自己創作之意 也會進行我自己的評戒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 雖然應該要參與 借入的政治 可是要站在一個抵抗者 而不是服務者的地方 然後如果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有兩種抵抗的課題 一個是內部的統治者的壓迫 一個是外來的欺貸者的壓迫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有時候碰到外來的壓迫者 有時候碰到內部的統治者 那是他不應該跟那個統治的力量站在一起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角度 然後我覺得 不管人家是介入政治 詩要維持詩的條件 而不要變成攻擊性的條件 我否認攻擊性的條件 會有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跟價值 是在文學的意義跟價值 比如在革命時代有人學大字報 用詩的詩詩學到 他們有意義 它可以不動風潮 可是它會留在政治史的正義 不會留在詩文學史的證據 或是文學史的作品的論章 我覺得並不是參與政治 就要把所有詩 用參與政治的攻擊性條件去 去改變或是扭曲 詩的美學的信念 因為文學學生 它就會承擔它本質上 能夠發揮的政治立體的 借助的力量 我怎麼樣去處理政治 那後來又怎麼樣變成 我的詩裡面有非常多的政治意見 我覺得跟台灣的政治史 戰鬥的歷史有關係 剛剛提到說 我是出生在一個死前 我出生的那一年很多人死掉 可是我後來認為 我們在很多人死掉的歷史裡面 我們出生存在 我們要對這個土地做一些事情 然後 我在1970年的時候 我的兩本詩集 剛剛提到的第一本就是正文歌 就是反戰 有很多的反戰 那個反戰當然是反對批評所有的戰爭 包括台灣那個時候 所以廣東看一個等什麼 那種戰爭的痕子 然後去年代的下半期 我的詩集叫做 《野生思考》 就開始有政治批評 那個政治批評是 因為我們思考 就變成非常體制的思考 那我覺得 我需要提供 我的詩是要作為一種非體制的 不變形化的 可以思考這個角度 來發揚 我今天要用的 我的詩的那個文本 是在 大概 去年出在韓國的一本 我的詩的那個韓文本 這後面有一百首 但是後面有它的中文 它是韓國的出版 那我覺得 韓國的這個出版社 它這個後面 就非常明確的 鮮明的 表現了台灣的詩人的那個意象 就一塊重壓在一個人身上 就被壓到 我這個詩集 這個自白書 是用我 比較新的一本詩集的名字 它實際上它是一本合集 我在1970年代的那個 《野生思考》這裡面 我就提到很多的那個 我在寫詩 自己把我的詩當作什麼 我寫了一首《夢》 《夢》 《夢》 《戰爭舰了》 雖然 You 像我監禁終身搬一樣的 監禁著我一生 然而 我萬一活的我是自由 你不能補負我愛的藏 surrendered 你不能補負我愛的藏 прев 你不能補負我恨的的資金 這裡的夢 我在這裡面 事上在寫的 我在寫的 我在詩的曲 就是夢的 因为诗里面有一些隐蔑 有一些秘密 所以这个你就是统治者 然后又有人 现实有个缺口 我是从那里逃亡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 自然我是从现实的缺口逃亡 那既然统治这个时代统治者的你 像监禁庄圣欢一样 监禁了我一生 每一个人在台湾 都是被监禁的人 台湾有很特殊的一个社会风景 就是家家乌乌有很多的铁窗 我曾经也有写过一首诗 提到重游铁炸铁窗 就是用两个人站在铁窗里面 就在1980里面在一起 然后在谈铁窗的这个意义上 台湾是一个全世界铁窗最多的国家 最安全 我们把自己关在另外一种地域的捐导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 比我们更有钱的国家 或是比我们更贫穷的国家 都没有像台湾这样的铁窗的现象 这个台湾的资厅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特殊的景象 我在写梦的时候就说 诗逃亡以后 就是我在选诗的时候 我是自由的 我的诗里面有我宽抗的证据 这里面有爱有恨 可是你找不到我的指纹 包括我的脚纹 因为犯罪的证据就是指纹了 对不对 还有掌握 手脚的那个 我用这样来提到这些东西 我刚刚提到那个坚毅 台湾社会 战略的那个文学 或是战略的诗歌 事实上是一个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变成在野者 以前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是在野 是因为整个统治体系 整个文化分威 整个被大伦传播工序 整个教育体制里面 在歌颂 在吹捧 在灌输给阅读者的是什么 是一种在虚幻的台湾的一个 所以中国婚里的诗歌跟文学的现象 就是一个我当时在那个时候学的 我在1980年的时候 我的一本诗句叫做《借用风景》 那个时候就直接用借用风景 那本诗句是1980年 我用借用风景来做这些 然后借用风景 那里面我写了一首诗叫做《暗航》 我们知道以前用胶卷在拍照片的时候 需要在暗航里面洗照片 那还没有洗成照片的胶卷是 时跟虚是相反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用暗航 写暗航以后 我还写一个底片的世界 来描写一个诗人 怎样再保存这种你的社会证据 我写了暗航 暗航是那就写台湾 我说这个世界害怕明亮的思想 所有的教堂都被堵塞出 真理与相反的形式存在 只要一点光渗透进来 一切都被破坏 暗航的世界就是不能有光子的 我们一定要在暗航里面 小心翼翼的 把暗航的底片洗出照片出来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抓到的证据保存下 那个时候戒严 1980年时代很多的游行 街头的游行 那我也写了一个叫做 狗自由自在的跑 捧刺 因为用那个铁基里铁石板围起来 人都不能过 可是我看到狗不可以过 那我写了一个 狗自由自在的跑 捧刺 戒严 狗自由自在的跑 牠不必向同向自敬 牠不必向关手行人 牠狗屎在街头 牠放狗尿在下午 只要他高兴 狗自由自在的跑 牠不理俱满的围堵 牠不管赤王的阻大 牠吐狗水 狗水对土地 牠放狗屎对天空 不要当心 狗自由自在的跑 牠看到的人都比牠大 用两只脚 拖着奔洞的头鱼行走 借战战兢兢兢兢 害怕出汗团 卷揍双手 在裤袋里 在消身 赤恨 五靠五衣 或自由自在的跑 牠所看到的人都比牠小 当眼神说话 低声下去 兴兢兢兰 貼身在命运里 戴口罩 嘴唇紧闭 在污染的空气中 消身秘迹 那时候我写一个 用狗来洗 人的不自由 狗的自由 捧着一个官属 那时候我们的戒铁风景有一首诗 就直接写一个震报 这首戒铁风景 雨水从变色的天空 撒落下来 震报部队的盾牌 在闪电中发光 武装警察的棍棒 在零体中发亮 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界 一边是熟寸铁的群众 一边是瓦斯黑裂弹 从民生路、民权路到民主路 将此代潮湿的变色 就是在戒铁风景 戒铁风景之后 我在1990年代 我的实体叫做倾斜的党 就是一个党要倾斜 事实上 我在戒铁风景的时代 或是在野生思考的时代 就写了很多核电党的问题 核公牌的问题 然后到1990年代过后 在90年代下半期 我的实体叫做新的座民旗 然后一直到200年代 我的实体叫做自白书 自白书以后 我现在有一个虚的实体 准备出版 叫做《一个人孤独的寻走》 这是我的实 后来这件事 除了新的之外 以前的那几本都要变成合集 我在第一本合集叫做《青春苦实话》 是我的1969年开始的四本诗曲的合集 然后1999年以后 我的新的座民旗跟《青春苦实话》 也合成一本叫做《老野座民旗》 然后现在有新的两个 新的版本这个自白书 跟现在的年底 就是明年初要出台 我觉得台湾当然很多的诗人参与 介入很多 但是更多的诗人是 把政治不当作一回事 然后说政治跟我们无关 政治跟我们无关里面 多少有一种欺骗事情 或者欺骗别人 可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大众传播的氛围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文学 为什么不能够非常雪漏化的 跟我们的生活有对应呢 我们觉得可以不读诗 因为太多的诗歌 事实上 是跟我们想要去思考的 我们的欢喜 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愤怒 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到现在还有战斗文艺 在每一年都还在国庆文艺军下讲话 还在争 还在有人在谈谈这个比赛 因为台湾的文学 在战后 即使我们禁止过年轻革病 也没有所谓文学的清算 我曾经看过战后德国出版过 纳粹德国文学史 为什么 因为纳粹二战的时候 那时候奇特勒 他对不代理的法徒刷 那个时候 事实上德国本身也纵容了 所以奇特勒的吐杀 所以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 我前几个礼拜的专展 写到平庸的《雪恶》 我写那个《雪恶》 然后我平庸去 我把两个分开 事实上他有很多种组合 听说姜与话是作品研究阿拉厄兰 有一个很尊敬他 也换了很多阿拉厄兰的书的 蔡美娟小姐 她过世 她学了我的传句 用书的训词 阿拉厄兰 阿拉厄兰在讲的 艾克曼被损犯的时候 他的报导 他提到 希特勒 他的很多的 像艾克曼这种 那么高级职位的那种 他的这些 德国里面的凶手 事实上也是 就是看他的谈话 他的认识理学 他认为也是一种 所谓服从一个统治者的 完全没有自己思考的 那种邪恶的平庸 台湾的政府 特别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康山所版的政府 难道不是都是邪恶的平庸 或是邪恶或是平庸 或是平庸或是邪恶 难道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德国他们在战后 就进行那种所谓文学史的清算 把那些德国的时代 文学里面 什么人 什么样的作品 是去支持那个 希特勒的内游 或是 如此希特勒的对外侵略 不止德国 日本也一样 日本的战后的 那个所谓废墟文学 战后的战败的废墟化 日本的诗人 日本的作家也说 我们如果不走过 我们的文化的废墟 日本可能去 从觉醒中再重新说话 他们说这样 台湾的邻居革命是没有一直绝算的 我们文化上没有绝算的 我们原来的那个党或是国的 所谓服务的人 文化的幽灵都还在 还一起 还有一个人 在买一组被通过 carmers的时候 还解释那种不错 太伟大了 在正常的国家 我觉得在一个文化 有一种所谓优质性的 超越学恶的东西 有汉恶然说的 可以思考 就不是这样 所以我在 一直在处理到现在 我觉得 台湾长期的都要去处理到 很多的这种政治 但是 可是我们也觉得 我们要注意到 诗跟政治还怎么在一样 而是我在1990年的时候 我读到一个日本的诗人 叫做武川俊太郎 他去那个 1980年的末期 去莫斯科地区的时候 他看到莫斯科的街头 那有个老户人 买到那个胡萝卜的时候 非常高兴 旧苏联的决体 是因为 共产体制 所承诺的序幕 是变得很贫困 吃不好 特选阶级 还是平生 所以 这个日本诗人 回到日本 这个诗人 大概是现在日本最有名的诗人 他是1931年出生 现在也82岁 他的诗 他的《胡萝卜》里面 有一句话 我觉得 我非常感动 他说 聂礼的梦 消失 但是 普希天的秋天 能让我下来 聂礼的梦就是 共产徒义的一个梦想 可是普希天的秋天是什么呢 一个是俄国的秋天 能让他那么美 一个是普希天的诗 能让他那么美 所以 旧苏联决体之后 刚好1990年代初 就碰到那个普希天的200周年 世界的普希天日 普希天日 那在苏联决体以后 就变成 那我再来 我再来 我来读一首 我提到那一首诗以后 然后 来 让那个 岳教授 再来 交给他 因为 我学了一首诗 叫做 《诗的光荣》 就是 复印的 那个 武川俊太郎的 那一首诗 我写的 叫做 《诗的光荣》 刚提到 有一 那一首诗 讲到 夜灵的梦 消失了 但是 古希天的秋天 仍然 留下来 好 或许 适量 能量 我一定要 在 此時 我看我等一下再读这里 我来读那个《从有铁炸的窗》 我刚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很多的那个铁达 然后我们取以为常 然后我们没有去思考 那我很喜欢一个韩国的诗人叫做柳志涵 柳志涵他有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曲》 他那个曲 曲到最后的时候他写 是谁首先想到把悲哀的心 挂在那么高的天空 我们知道韩国也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古曲 然后现在那个南韩北逃选 同一个韩民族也婚类 然后国曲变成一种破灭的象征 当然支持他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训养 或是国家中心 不过我觉得虽然还有他的一个观照 我用我跟一位朋友在一个下雨的时候 在房子里面去提到这种诗 然后看到外面的棋子没有被拉下来 还下雨的时候 诗诗大家的在那个棋杆上的曲 像写一个这个同有铁炸的窗 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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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下雨的那天 我们站在屋内的床面 你拿读了一首诗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是谁首先想到 把悲哀的心挂在那么高的地方 让你顺手 让你顺手 只得一面潮湿的雨水中 放了被拉下来的气 觉得很伤感的样子 我们抚摸着冰冷的窗 它坚定着我们 说是为了安全 我们抚摸着冰冷的窗 想起家家户户 我们都依靠铁窗 世界观在外面 不禁悲哀起来 他说 我要你看对面的屋檐下 有一只在壁里的鸽子 他正在那里走动 偶尔也用他的嘴 在啄他身上的银毛 彷彿雨停后 他就会回到晴暗的天空 我们抚摸着冰冷的窗 我们想像 或许我们的心 不要跟着那一面起 我们的心要跟着那一只鸽子 以及后 我们也要飞到晴暗透明的天空 我用这种对话 跟朋友提到一个韩国的诗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曲有曲的在这里面的浴室 鸽子有鸽子的浴室 然后我们要选择 不是像那个曲子一样 要选择跟鸽子一样 我们要在这里面有批评那种 铁窗的自我监禁的社会 还有一种追寻 有一种崇聚 有一种崇聚 这个就是我这样说 在那个崇有铁窄的窗 那种异位 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 然后留给李教授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 私人自己送他自己的诗了 我上一次是在 已经十几年前了 是 二 二 二 一 九 九九年的时候 是 听大陆的流亡诗人 仰恋 他 朗读 因为我 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 写诗 而且我是一个失败诗人 我是Spiderhunt 那 那个时候 的 流亡诗人 基本上 他们 他们都是有过 类似同样的 这样子的经验 那 我想来分享一下 刚刚 我听完 李老师他所讲的 但没有三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但是我先讲一个 比较八卦的事情 就是 刚刚提到的奥登 Wh 奥登 那是我在英国读高中的时候的第一 第一 因为我会说英国文学 然后是我第一个读的英国诗人 在英国的时候 那 刚刚也提到了俄兰 那 跟大家说 奥登是一个非常有勇气跟俄兰求婚的人 他跟俄兰求婚过 那 俄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你们听听看他怎么拒绝你就知道了 奥登 呃 因为 从英国到了美国去 那 非常欣赏俄兰的勇气 那跟 俄兰告白之后 俄兰只简单的说了一句说 呃 你可不可以花点钱买另外一套西装 穿起来会好看一点 哈哈 哈哈 就这样 然后就没有再理过他了 呃 呃 我想讲一下 刚刚我听 李老师所讲的 你们 他有说到 诗人 呃 从奥登 然后 然后 谈到就是 让我想到俄兰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对于诗人的理解 呃 呃 如果我们先 从 诗人 要怎样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诗人看起来 呃 我觉得 每一个人 内心至少都有两个自己 呃 有的人比较丰富一点 呃 可以有24个 哈哈 哈哈 24个比例 有的人比较少 但最少大概都会有两个 会有自我对话的可能性 那 诗人呢 从我的理解 呃 呃 呃 要能够成为一个诗人 你必须要 参与一个传统 非常的深 你才能够掌握 一个特定的语言 所以你要掌握一个语言 你要花时间 然后要对语言有一种敏感度 那掌握那个语言 同时你一定要熟悉 这一个语系 背后的这些传统 也就是诗里面在躺的一个convention 的问题 你要知道那个语言的传统 就像你要跳芭蕾 你要知道每一个动作 它意味着什么 那 写诗 要 第一步 要先能够掌握这个语言 然后第二步 才能够做诗的写作 诗的写作 诗的写作不外就是 利用传统的意义 然后使用 应该说 要在这个传统的意义上 去颠覆它 创造另外一种新的意义 你可以透过隐喻 透过把原本的文字 做一种扭曲 或做一种对调 名词变成动词 然后互换等等 或者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狗代表的是 威风底下的人 然后暗房 可能代表的是什么 然后黑夜 代表的是 还有台湾的处境等等 那这类的领域 要能够使用得到 其实它要先建立在 对一个传统有相当好的掌握 可是对于传统有好的掌握以外 还必须要有这一个感 颠覆它 而且是能够有创新 能够在这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 日常生活的语言底下 要能够发现新的讲法 新意 然后在当 当 语言这件事情上 你本身就已经要承袭过往 然后你还要开创新的意义 然后创造新的意义 然后创造新的意义出来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有些诗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时间一久 后来就变成群学 就不再有什么样子的好笑的地方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 故意讲的冷笑话 就是 Styleman失败的 那第一次你听到 你会觉得有趣 你听个两三次 没趣了 为什么 那是因为 有一些创新 我们一手吸了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老号 就可以讲 那一个诗人 要能够保有他的诗人的生命 他一定是必须要在 这一个不断的创新的过程底下 但是不断的创新呢 它意味着 它在本质上应该要有一种 能够观察到新的能力 以及观察到有新的事物 可以让它使用这种语言的可信 那这样子一个心态 它本身是在承袭东西 在创新 那我觉得 任何一个诗人 他至少 他在语言的使用上 他必须要有能力 做到这一点 要不然他所写的东西 就是散文 它糞乱 就是很无聊的散文 加上 什么 菜体语言 就是蔡正元的语言 或者 或者加上 什么 香荣语 语言 并不是说 写散文把它断掉 那就会叫做诗 对不对 但是 所以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如果要我们能够成为诗人 它必须要的 好 跟要扎在一个语气底下 同时还要能够创造新的东西 那 我认为 任何一个诗人 至少要先具备好这样子 这样子的身份 可是 任何一个诗人 也是在社会上的一个成员 也是社会上的一个人 那 它也是社会上的一个人 所以 它代表了 它也有要面对自己的政治 或者国家文化 在这个时候 那 如果说 它对于整体的 语言以外的整个文化 基本上只是承袭 没有任何创新 那 这就会变成一种 古灵义的诗人 也就是说 如果 诗的语言的使用 它本质上 就要包含著承袭跟典覆 那 它在另外一个我 它很难就是 单纯的承袭 或者是接受整个 政治 社会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 什么东西都不问 而且 它可以说 政治归政治 实 如果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代表它两个我 没有在沟通 它两个我是一个分裂的我 那我们反倒可以去问 诶 什么样子的状况 它可以做出这样子 两个分裂的我 那 就连杜甫 它也会告诉你说 蛛门九肉臭 可能 如果有东西 然后 你要跟他讲说 诶 杜甫不对啊 你那个政治归政治 你干嘛批平实实 我们不会这样讲 因为 一个诗人的话 它如果是 这两个我 是有良心的对话 是处于一种一致性的状态 也就是二来在讲的一个思考 有良心的思考 基本上是这个意义 但有良心的思考的话 这个时候是说 一个诗人 会秉持他的良心 会在 使用语言的这一个层次上 以及他 在外面 作为一个人 这件事情上 基本上可以达成一致 如果他是一致的 那么 应该就会是像 刚刚迪老师所讲的 你可以看到你承袭 你的时代使命是什么 承袭自己的文化历史是什么 然后同时 在这个承袭的过程里面 你能够看到 什么叫新的 或者甚至不公不义的 不对的事情 我们也会看得到 那 我觉得 这是我心中理想的诗人 所以 我自己喜欢这一类的诗人 甚至也包括 比如说 今年才刚过世的 那个巴尔兰的诗人 Tini 他 他的诗 台湾 不多人知道 他其中一句话 会比较 不容易熟悉 在台湾 就是 那句叫什么 出口 会叫什么 我想一下 我记得 这里 它是发生在什么状况呢 就是 正宏仪有一次 在大众场合讲话讲开了 就骂起脏话来 然后 之后就有人在想 啊 找到了 那叫出口是 弱势者 无助的叹息 对不对 除了 除了 那声咒 正义 不能唯一 这也就是诗人 对不对 那我心中我理想的 我喜欢的这一首诗人就是 他 在内心 身为一个 单纯的一个 语言的使用者的时候 他承袭 他也开创 但是呢 表现在外的时候 他身为一个人的时候 他同样 他也承袭了历史 承袭了时代的属性 他也能够看到新局 他也能够看到应该要改变的 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 所以 他可以在这两个字 我的互相对话里面 有一种新的概念 开创概念的存在 那 御用诗人 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的 御用诗人 他就变成是 写诗的时候承袭 也许想试图创新 但是呢 身为一个人 身为一个公民身份的时候 他是封闭 他是不创新的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看到 他自我矛盾的地方 那就唯一的地方 那当然 如果说 他写诗 也不敢编覆传统 也聊无心意 所以他做一个人的时候 也聊无心意 那他总是 当然就是很烂 我们就不会觉得 那种诗就很好看 所以 基本上 一个是 他 以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这个对待世界 同时包含对待语言 以及对待社会 我觉得 我喜欢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来看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处在这个世界上 是什么样子的角度 那所以我们有看到 如果说 他试图 刚刚明老师有讲到 有人是试图 诗要介入政治 然后个人都不要 那这种人 从我们刚刚的框架来分析 这种人是什么呢 这种人就是 他在语言的使用上 他可以很大胆 有诗的味道 但他在个人 面对政权的时候 的处事行为上 他是陌落的 他才会变得去 他只敢行诗 然后外在的 他可以说 这不干我的事 或者我根本不敢反抗 什么东西 那当然这类的人 他写出东西来 他也会有一种 也代表我们也不论到 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大概也有人是 诗不介入 然后他只有在行动上 行动上去介入 那政治的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那基本上 他的诗人的身份 跟他的后裔的身份 在这里大概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断裂的存在 那当然我们可以分析 这样的诗人是为什么 也许在政治上 很失败的时候 他可以写一些风华学乐的 看看天空什么之类的 那他也可以 可以自我疗愈 试试他的自我疗愈 但不是用来关切这个世界 或者唤醒这个世界 这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 这是我刚听 李老师在说 这样分类的时候 就突然间觉得 OK 如果一定硬要 把二男扯进来 那么我大概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来调吧 OK 这样就知道 读者学其实也很扯 但是 但是 如果是只要准方向来看的话 刚刚有位朋友 自我介绍的时候 提到说 他想听听看 诗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政治可不可以诗化一点点 那我就可以讲说 从我刚刚这样子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 政治其实他应该是要像诗一样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政治可以像诗 因为政治本来就是在承袭 上一代过历史很多的东西 包括那种时代 我们要承袭时代的使命 他也可以去开创新举 政治 他本来 他如果像诗 那他就是应该要勇敢的 他可以去做开创新的东西 也就是他应该要有行动力可憐 那如果说政治只是承袭的过往 然后对于现今 也不敢有任何的开创 不敢有任何的访判 那他当然就不像是 不像诗 那他不像诗的状况底下 这个政治他就是 他就是像 永远只是像散文一样 或者是更无量一点的语句 他贫乏 无畏 而且呢 他没办法忍受开创新举的语言 那他就变得非常保守 所以政治如果不像诗的话 他可能会格外格外的非常保守 那这是我所理解的政治 如果可以像诗的话 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有另外第二个 跟诗意有关的意义 那是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面 政治太工具性 太工具化了 太想效益了 只想换钱 只想做什么 这些东西 那甚至呢 他也反映在我们对待 其他的生物 或我们对待环境 等等这方面的意义上 那甚至是人定圣天 或者我们要把大事 当作我们的资产 那我们要尽量的利用大事 等等这些 那诗 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诗 它也可以是保有像 李老师他所写的诗 就是可以给小学生看的这一类的 还有那一顿纯真的这一种的诗的话 那么它应该可以是 反映到政治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政治诗化 比如说不要一切都是那么的 比如说利益群像效益 然后让诗变得非常的特学 或者是这一种 就是只管目的 然后不管其他人的情感 和这一方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也有可能 会有像诗的可能性 那这是我自己 我自己刚刚听李老师听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件事 他老师对我有蛮大的起方的 那刚刚听下来也听到了诗 诗作为一种表达的形式 或作为一种文类 的确本身是具有这种抗议的 这种能力的可言 因为简短的语言 加上这种隐喻的方式 它基本上可以承载 容许很多不同的意义的可能性 可以提供 能做这样不一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隐喻 然后可以做否刺的工作 但是这也等于是 这也等于是 一所诗里面它有表面的意义 有深层的意义 可能还有好几层 甚至还有要故意要留下来 一些人 就是读者与诗人之间的 沟通的这一组的意义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我听下来 我倒是觉得这很像哲学 非常非常像哲学 就是我们在读解的时候 你会有后摄的东西 你会知道 比如说 如果你要问物理学的问题 你问到最后又变成形上 后摄物理学 就又变成形上学了 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读诗 即使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想象力 还要有相当的抽象 能力的思考 我们才有办法 以及知道说 这是一个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在沟通 读者跟诗人之间的沟通的问题 那也许是在这一层意义上 许多政府 或威权体制的地方 他害怕 他害怕 人们 去读这一类的诗 因为读这一类的诗的话 你就会有想像力 你就会有错像思考的力 那 在这件事情上 我倒是觉得 跟佛拉图的年代 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佛拉图的年代 是害怕诗人 混淆的语言 然后不懂的真理 那我们这个时代 比较特殊的 诗人跟哲人 基本上是被打成一挂的 就是大家都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的 这一句 那比较方便的 可是能够被打成一挂 其实它反映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 对于 对于 奇异的解读 就是对于 多层次的意义的理解解读 或者跟抽象的 层次不同的理解 这件事情 我们是贫乏的 我们也相对失去了 这样子的能力 那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政治体制它害怕 害怕有这一类真正的像诗 像李老师说 他心中所想的 这样诗人的这一类的诗 那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会挑起我们的想象力 或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能反过来 就会对政府 会有一些期待 或者是会有一些批判的能力的可能性 那在这一个框架底下就是 政治权威它基本上会害怕 这一类的语言 这一类的诗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的时代有另外一种 跟柏拉图的年代有不一样的问题 那我们面对这个权威的时候 如果写的是这一类的诗的话 那将会有一种本质的要跟 政治权威会做一种挑战可能性 你至少会问 你这样子在这里 对吗?好吗? 没有别的可能性吗? 这一类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都不问这一类的问题的话 那诗就会剩下了我们刚刚说的 分类了好几种 那在台湾 我国中高中开始看诗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机会 接触到李老师写的诗 那那个时候台湾的诗 无关就是几种 渡海来海的乡丑 乡丑 乡丑你的故乡在那边 你的故乡又不是我的故乡 你肯定在讲他的故乡 那我也其实也没有那个认同感 知道我们故乡是什么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在政治威权底下 不太能够做这种 跟社会有实质关系的这种诗 但是呢 它可能有一个大的框架 有关人类的存在的事 所以那个年代是存在主义 在思想上台湾是很流行的时候 然后诗也就有很多有关 存在主义的这一类的事 所以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 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也喜欢罗夫这一类的诗 那除了这两个 好有乡丑有这一些 然后又有 一直到蛮后来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刚刚开始在发展 如果有关台湾自己的 那就变成有一种本土的诗 慢慢的出现 可是那种本土诗 那如果要转化为国语来出现的时候 刚刚李老师有提到 其实对有一代的人 这基本上要经过一种语言上的转换 刚开始还要经过一些摸索的阶段 所以那个时代的象徒师 看起来 会跟渡海来台湾一辈的人 中文的使用上 语感上 会有一些差异性 那一直到 就是在经过一代的时候 那个在台湾又有办法 用诗的语言 来直接介入政治 所以其实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这种 诗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我刚刚所谓的 就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两个 和我跟要读和互相对话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李老师的这种分类以及 透过这样的分类 我们可以来看到台湾的期待 不一样的诗的 这一个历史的进程 那我倒是觉得 这倒是还 还蛮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我 我暂时听到李老师想到 整个人感想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謝謝教授 他刚刚在那边是欧队 他是1946年 就离开英国去规范台国 他喜欢穿牛仔裤 他虽然出身英国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保守主义 那种道学 有一个跟他相反的意思 就是一个美国诗人 后来都会化为英国 他穿西装 然后拐杖 然后拐杖 咬着那个安德 是一个英国的绅士 跟典型的英国国教统那种样子 非常贵 奥登有一次有一个笑话 他到美国 后来有一次回英国 军海关的时候 他在那个申报 写他的职业 诗人 那海关看到他 把那个诗人画掉 改成无业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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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的地方 比公共的脸 在影诗的地方 更聪明美丽 他的意思是说 有些 Aly友讯 大众转播场 hormone 薪云露脸的那个脸 他认为 反而默默不问的小人物的人 他比较聪明 比较美丽 然後我寫了一首詩叫做《騙詩》 是他有點嘲諷台灣的有一段時期的政治跟大眾傳播現象 我記得台灣的那個大眾消費社會 事實上是我們當前的社會的文化上的問題 因為GG有成長到一個階段 然後把文化當作娛樂性的時候 就是全佛性的大眾消費社會就會形成 我們會有幾十萬人去看《小雞》 他有了意 可是現在我覺得 為什麼不管什麼樣的黨籍的政治所長 都很喜歡把那個黃色小鴨打出來 因為他有大眾傳播效益 很多人喜歡看 生存的文化探索 不能得到社會的回應 這個會讓台灣的政治 選擇一種選擇化 那這個也是一種惡性循環 台灣的政治不是正常國家的政治 如果是一個已經獨立的國家 如果很多像美國投票的人 政治熱心的人 也許可以不要那麼多 這個國家仍然會有偶像的 在投票訓練裡面的政黨 統治裡面去運轉 可是他不是 不管怎麼說 台灣的政治都還存在著某種革命性的條件 並不是武裝革命 它是一種 這個體制需要被顛覆的某種想像 然後這種革命性 不可用大眾消費社會來完成革命性 就是我們的難題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難題 我們跟改革拖得太準 久到最後有一些熱心的人也疲憊了 可是更多的那個消費社會 事實上是沒有那種借入者 混鬥投入的那個心情 我寫片書是這樣 我想我懂的奧登這句話 隱私的臉在公共的地方 比公共的臉在隱私的地方 更聰明美麗 一些搞政治的男人和女人 當年節的歌詢 我選擇在小咖啡館靠窗的位置 看來往的陌生人 人群中 偶爾能發現生活的素質 使世界運轉的是 許多默默跳動的心 那個時候我有感而發 寫了那樣的一首詩 嘲諷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政治聯合 可能沒有兩個人看到 就變成自己的一個陪伴的紀錄 我剛剛提到那個古川俊太郎的句子 讓我寫了一首詩的詩的光榮 我那時候也認為說詩應該怎麼樣 那我如果要寫詩 我應該追求怎麼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在零十年前有一個電影 《優理虛詩》 《順便之旅》 那個安徒 需要導演 他拍了一個很長的影片 大概有三個小時左右 那裡面有一幕 就是剛好那個蘇聯解體 那個時候 那整個那個 東波洲 他提到的是 巴爾跟半島的那個 那些共和國解體 那有一個舉辦 在東南河上 有一條那個偷船 拖著那個獵鱗的那個頭像 一個很大的 巨大的一個頭像 那個白色的大理石 躺在那個偷船的那個平板上 然後連著那個 多納河 因為多納河 然後 他是一個 巴爾跟半島 一直 遊想那個 奧地利 然後可以接到那個 白鱗的樣子 我寫那個詩的光榮 用到那個獵鱗的夢消失了這一句 還有用到那個 獵鱗的頭像 被那個推倒 詩的光榮 唯一讀到一首詩 而興奮 釋放了 漸漸在心旁的一隻鳥 這詩的開頭 獵鱗的夢消失了 而苦心經的秋天流下來 古川敬太郎先生 你的詩 《時代太明》 從你的摩斯科印象裡 我仿佛看穿了 蘇聯的風景 不 我看穿的是 帝國的風景 那是1990年 1990年 越年自己也從天空群島 流落在草地上的陀爐 蒙上飛船 《時》畢竟是更有名的存在 比起革命度 是比起權力 是比起政治 《時》是漸進在心旁的鳥 《時》是封鎖在冰雪裡的春天 《時》是沾桿和吉祥的春天 《時》不絕望 《時》不絕望 向我請候這筆 《時》 謝謝你 武川先生 武西金先生 《時》 從你每個詩 《我看見真正的光榮》 《而為了詩的光榮》 《我心裡的鳥》 《會不斷的穿梭幻想》 我是用這樣來描述我自己的心情 我自己在1970年代以後 自己從外國的詩裡面去進取一些意圖 我並不想作為蠻譯家的存在 我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我為了驗讀 我一個訓練就是說 出場驗讀是一種蠻譯 蠻譯也是一種驗讀 如果你能去學習體會 你用不同的語言 在翻譯的時候 是上一種非常生存的譯讀 你是在在讀你的中文文本 或是台語文 你也是一種翻譯的過程 所以我跟這傢伙 是進行了一個譯讀的工作 我開始的時候 做日本跟韓國的詩 然後再一個韓國詩 叫做《君書音》 我先幾天才看到韓國的一個 翻譯學院的翻譯商人 介紹這個詩人 他是在普政權時代 非常有名的政治的意義的詩人 《君書音》 《三連水》 一個住院章的書 一個知日版 一個英國的《君書音》 他學一首詩叫做《咳嗽》 在《君書音》時代 咳嗽就是抗議在這裡 詩抗議就好像用詩咳嗽來他們統治者的表情 他說 血活生生的 漏著的血活生生的 漏在土地上的血活生生的 事實上他在講那個 借恐怖統治用血來比喻 他說 連續的詩人 咳嗽 也許血就會知道我們 我們在看冷冷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身體的本能性會 稍微咳一下 也是一種 身體的自然的反應 可是他用那種咳嗽 就是說 詩人你還是要花言啊 還是要對政治表示一些意見在詩裡面 他用咳嗽 說咳嗽吧 血活洗臭會知道我們 咳嗽吧 把我們心裡面的痰把它塗掉 他用這樣 這個就是一種 隱藏在詩裡面的一個政治意見 作為抵抗 如果作為那個 要抵抗 我覺得抵抗比那個自我批評還容易 為什麼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你被侵略 國外的國家 你侵略到你來 有時候你要反抗 是一個比較自然 那你國家要侵略別人 我像德國 我像日本 我像義大利 他在那個二戰的時候 對外侵略的時候 在本國的自我批評 是比較危險比較困難 而且比較怎麼樣 打別人會覺得好像有光榮感 比如說那時候包括德國包括日本 有多少人是在那個 日本對外擴張的那種意圖裡面 得到一種虛幻的空容 這個是有的 所以我常常提到那個 對政治要有自我批評 不只是有抵抗還是要有自我批評 就是如果我們打別人的時候 我們欺負別人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那種 對這樣的政治的批評 台灣當然還沒有這個情況 我們台灣的歷史 歷來就是被人家驅迫 被殖民 而且台灣是患有的那種被殖民症候 已經變成一種病 已經有說 誰來管說趕快來 我還看 我 這種那種 逝世而非的想法 因為我們對異議 我們沒有像那個 西斯波斯那種是說 那種悲狀 推石頭上山 然後快到了 掉下來要推人的那種 存在論的那種課題 我們沒有 我在讀這支書的時候 我也讀 這些侵略別人的國家的書 這個當然要 你可以看到 像德國那時候有所謂的那個 壞代流網跟滅代流網 一個是在德國 那時候 他沒有離開 可是他 沒有去複合 去和 去和 東歐洲 在德國也是一樣 也有一些人沒有離開 但是也有一些人離開 他離開跟不離開 有些離開的人 在外面批評 被那個沒有離開的人認為他們 離開以後 沒有權利去 所以沒有那麼樣的 包括那個筆蘭克德拉 他也面臨到這個處境 他最後用法語寫作 沒有用傑克語寫作 他在法國長期以後 雖然我們都知道他是傑克出身的 小說家 大家也很喜歡 可是絕對有一些人 不那麼喜歡他 這個政治上的難題 流網 然後 內在 後外在 東歐洲也是一樣 東歐洲在戰權的時候 記得很多的 東歐洲整個都被那個 德國佔領 作為一個傀儡政權 那個時候 所有人往抗軍 大概都是紅色的 就是共產黨 可是戰後 又變成共產黨統治的時候 這些原來 取往那個社會主義的 光榮幸福的 福祉的這些事 也面臨到一個 所謂 被抽屜而選 取一扣 他在抽屜裡面 不然就要參加作家協會 最近 你看歐洲 去年 全面的諾六條 德主 那個羅馬尼亞 就是那個 德里的作家 批評莫言 沒有資格多講 他是作家協會 他說 在社會體制的國家 參加作家協會 表示在光光的體制裡面 我最近在看那個 紐約18的中文版 有一個 好幾個中國 離開中國的一些 評論家在講莫言 他說莫言的那個 講到那個大躍進 講到那個 那些災難的時候 文革的時候 都故意裝瘋賣賞 他說那一種是故意逃避 然後他 他 要離開中國 去得獎名獎的時候 他還提到 虛話那個 誰能夠出來 被關的那個 是 劉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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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一點去 一虛話都不能講 他是說 是這樣 他說 有些作家就認為 諾貝爾獎班禮莫言 是諾貝爾獎的羞恥 我覺得 虛人或是作家 在當時的想法 比如說 不一定是對 可是 我記得 我很 體驗到一句話 就是說 作家 你不能夠 不對 但是你用自己 以為對 明明知道這個不對 而還在說明 和在解釋 你可以 在當時 你認為這個是 對的 比如說 那個蘇聯革命以後 有多少的 歐洲的 那個知識分子 文化人 是支持蘇聯革命的 那後來他們都 換變以後 他們也決定以後 他們脫離也選擇 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人 在當時會以為 我記得社會主義 列寧的革命 在當時 從那個 自由主義的 自由的革命 就是藍色革命 的民主化以後 社會主義的革命 共產化的那個 那種公平性 這裡都有它的 那個意義跟價值 即使到現在 我認為 共產主義本身的 價值也是文化性的 但是進入政治的 實際運作以後的 無產階級專政 就去了 實際的民主化來解釋 可是 當時他們支持 所以革命的 歐洲的很多的文化人 詩人 他們是 後來有 還詩 後來有批評 我自己很喜歡 去看看東歐洲的 這些詩人 有一位詩人 大家不知道 也是在去年過世 有兩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一個是 一個就是 北愛爾蘭 後來他 回到愛爾蘭去 他本來在 貝爾巴斯特 有一本實體 很容易 北方提到 愛爾蘭本身分裂的問題 然後北愛的衝突的問題 後來他是回到愛爾蘭 都國內去 很多人可能會讀到他的 挖犬 用鋼筆學奏 然後去比喻 他爸爸在挖馬鈴薯 他把他連帶起來 跟挖犬 爸爸是在挖馬鈴薯 他從窗口都常常看到 他爸爸在鐵羽挖馬鈴薯 然後他說 我現在 最後他講 我現在用我的筆在挖掘 他用那個 寫作跟他爸爸的耕作 進去 很多的東部座的詩人 比如說 在那個時候政治 一個會脫地而選 另外一種是流亡 我很喜歡 而且非常敬佩的一個 波蘭的詩人 就是那個 Miros 1980年的諾貝爾獎 他 1950年代 就流亡到美國 在波克蘭教 希拉姆尼去 他一直用中語寫作 用波蘭文寫作 因為波蘭文是他的母語 我在台灣來講 我常常覺得我們從小的時候 沒有辦法用我們自己的母語寫作 我們的母語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的母語是混蛋 我當然也出過一個區域用台語圖書 用漢字中文 漢字的台語文 去寫 叫做美麗老師 可是 我的母語 並沒有辦法真正的變成 書面語的母語的那種條件 我們不像波蘭人 離開波蘭流亡出去的時候 因為所有的波蘭人都用波蘭文 是他們的母語法 那我們台灣民主民 客家火勒 或是在台灣出生的 1945年從中國來的 如果他認同台灣以後 他的母語 我們是都會人去 這個是我們的難題 MIROS在美國 他有一次學到 他的忠實的母語 他批評那個 他寫他 我用母語寫作 每一晚我都在 像一個碗波全面跟你 說因為你 所以故鄉的虛衰 故鄉的雀鳥 故鄉的 都在我的腦海裡面 如果我沒有你 我跟一個成功的商人 或是一個有成就的學者 有什麼樣樣 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你母語 因為我用你的母語 用我的母語來學詩 所以我才跟 離開自己的國家 台灣到外面 事業有成的企業家 或是學問有成的學者 不一樣 可是他回頭一轉 是說 可心裡也是一種 墮落的疑言 告密的疑言 因為 集權統治 即使母語 也是用來去 選舉 密告別人 台灣 比如說 自由選舉以後 所有 新部在台灣的人 也會學台語 看你也聽了 幾次台灣人 沒四次台灣人 過 他也會講 我講台語的 騙你們跳嗎 他這麼講 可是這個學人講說 可是 就是 要拯救你的也是我 郭主委員認為 拯救意義跟美 就是拯救乙言 因為乙言 會被政治破壞 會被商業破壞 譬如說 最近很典型的 油風暴 這個是百分之百 純的橄欖油 這個是乙言的破壞 這會讓我們乙言 產生的不幸 我們以後看到這個標誌上 這個是百分之百純的 我們還要聽畫面才知道這個 我們以後已經失去的 已經變成一種 不相信的時代 政治有公開 商業也有公開 政治常常講 愛台灣 為了自由 為了民主 政治都這樣 可是他議員講的時候 可能E1M已經下手在抓來他 就跟Bills去拖來他 我覺得他很特別 他是批評的政治 他有高度的一個文明的信仰 他有一種是叫做咒語 就是詛咒之語 他裡面一直有宣誓的意味 他說我們用真理 我們用大學 學功力和正義 希望的羅馬那些聽音文字 有時候對一個大的大事 會用大學字母 我們用大學字母 學功力和正義 用小學字母 學謊言 很要求 他相信 他的師不斷的相信說 我們一定會得到自由 我們一定會得到自由 所以他也在1990年代 初 等於是東歐解體以後 他回到他的國家去 而且死在他這裏 這個是一個流亡者 在二次大戰以後 就是東歐洲40年的赤法以後 能夠解體 重新民主化以後 的一個詩人 他的一個好的歸屬 另外我提到剛剛那個 我提的最早 我很喜歡的一個賽伯特 他們對那個政治人都有見證 提到布拉格有時候 也可能在那個卡尾館裡面 看到那個賽伯特 寫了一首 布拉格的詩 在那個餐紙上 他寫到 布拉格是一個 穿著紫色風衣的 非常優雅的一個少女 他說 那一天我沒有上街頭了 我不如那個走上街頭的人 出海的那個流感 布拉格之村 出了動員那個華沙公約的 很多人進入布拉格 也都市民上街抗議 他說 因為我沒有上街頭 我只用言語 你們上街頭是用徐洞 我只用我的詩裡面來表達 所以我 我因此怎麼樣 因此我的眼淚 弄選了我桌上的面包 我讀到那個詩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調演 他在吃麵包的時候 想到很多人上街頭 他說 因此我的眼淚 因為他沒有講英文 我弄選了我 我桌上的面包 他寫到 我比不上走上街頭的人 他不用 上街頭的人 也寫了一首 我很喜歡的詩 叫做 印河公園 印河公園 布拉格那個 古巴多巴 有一條河 沒有河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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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到年老的時候 他說 到了老年 才知道那個 寂靜的可貴 安靜的可貴 有時候比音樂還刺激 音樂是刺激的 安靜怎麼會刺激的 他說 安靜比音樂 如果你年紀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 安靜比音樂還刺激 會帶你回到記憶的路 為什麼 你安靜的時候 你可以想到 在記憶的插入 你甚至可以聽到 在樹林裡面 鳥的心上在跳的時候 有沒有安靜 很安靜 他說 你在哪裡 你想到一些被 時代所窒息的名字 什麼叫時代所窒息的名字 就是政治受難者 你會想到那些人 你甚至會聽到 在那個墳墓底下 棺木裂開的聲音 你看他們在處理這個 我記得東歐洲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藝術 他們的詩的那個才劇 學克 波蘭 匈牙利 這幾個國家 特殊的那個文化運輪 然後又給他們那個 特殊的政治丫頭 讓他們產生 非常特別的詩歌 這個詩歌跟 我們在看的美國詩歌 不太一樣 最近在台灣 不是又翻了那個 Klaus 自殺的那個 我想這個 這個詩歌就是一種典型的美國社會 他當然有個人欺負 有他的心理的困擾 有他的宣稱 那個 特殊 英國詩人 跟他的那個 他懷疑他 不忠 然後他整個心理困擾 他的答案給我 他沒有在西方世界 很有名的 许人 可是他不是 像這些被壓迫的國家的 许人那種 血鬥的東西 他有他的心理 我也很喜歡 中東的许人 比如說 中東這幾年 一個黎巴仁的许人 他原來是虛尼亞 他留我到黎巴仁 因為虛尼亞 黎巴仁都是 包括自民地圖的 華人話語的 他們 中東當然都跟阿拉伯學作 同歷史 我翻過一首 他很長的詩 有三百多行 他說給我筆 給我墨水 他寫了 他換足 他寫那個 比如說 巴勒斯坦 我很喜歡巴勒斯坦 所以叫Dawish 剛過世幾年 他是那個 阿拉伯特時代的 PLO的中央委 PLO就是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 中央委 就是現在的 政黨的那個中央委一樣 可是後來那個 阿拉伯特跟美國 簽署合理決定 這個人就離開了政治 他說政治 太偽善了 他的詩說 他寫了很多詩 他的詩裡面有提到 如果詩歌在阿拉伯 阿拉伯是一個詩歌的世界 他寫 他寫的詩歌是一百萬本 他的詩裡面說 登記上記 登記我是阿拉伯人 他那種對自己的那個 國家的 巴勒斯坦的那個 identity 這種 這種一種 想要 對自己的一個 建國運動 就是被人家佔領的一個地方追求 自己解放 這個是一種 要我自己的國家 積極的建國 他不會政治服務 他本身就是一個 你看那個 以色列 可是很有趣的 以色列的好的詩人 跟巴勒斯坦的好的詩人 是沒有終點的 以色列的好的詩人 也會贊成巴勒斯坦 有他自己的國家 不會像政治一樣 所以壓迫別人 文學跟政治 文化就是絕對的 絕對的詩惠 政治有時候會相對的詩惠 有時候我們在打仗的時候 這個國家 會覺得說 我們有權利去殺死那個國家的人 對不對 文化上是不可以看這樣 所以文化上有那種 超越政治的那種 那種理解 這個是一種 基礎要一個國家 他必須是要一個國家 要給惡 他是貝亞套 巴勒斯坦的詩人 比如說阿朗歷史 在那個貝魁城的時候 我看過他 我也整理過他那個 三十幾分的日記 用詩寫的日記三十幾首 但有一種去政治的也有 因為政治有時候 不那麼樣的可信 二次大戰時有一個流亡 在那個英國的一個 德泰英的奧地利詩人 他就寫了一本詩集 叫做一百首沒有國家的詩人 他就反對 因為他沒有國家 他反對那個國家 然後他有一首詩 我有武漢音音過 他就在首都 他說 誰統治這兒 我問 他們說 自然是人民 我說自然是人民 但誰真正統治 他是統治那個政治 我記得詩歌有很多的政治 但詩人的政治並不是為了去 政治的美化歌頌 這個權力 而是這個權力 對別人迫害 還是壓迫的時候 他對這種提出批評 詩人不能夠作為一個政治的 權力的一個服務者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那個波蘭的六行將 他有三種的詩人對話 一個是什麼 官方訪民的共同 很多都在國家 官方訪民的共同 因為他怎麼樣 他可以領很多 特別是像社會主義國家的 作家學會 詩人學會 他可以因為 可以領薪水的 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被 就是最 有罪得的 那個 罪為的那個 那個狂歌 罪為的 不知所言的 有第二 那第三個是說 中文寫給那個小女孩看的詩 他這個大距離 真的有點 有點 有點 他故意這樣很輕薄的書 很多的詩是 官方法 公法 我覺得詩 是詩 哪裡詩會有批評 他的批評是一種意義上 或是感情上 比如說你對弱勢者的關懷 或是你對一種善美跟真實 比如說一個日本的詩人說 什麼是好的詩 第一個 就是美的感受性 第二個 善的意識 第三個 真的 確認 第四個是明確的 深的目的 活下去的目的 第五個是希望 你用這樣的尺度去批評政治 是因為你覺得政治違背了 抵觸了這些 你認為是對的東西 而不是去服務政治的權力 所以 被壓迫的時候要有抵抗 然後你自己的力量去訓練別人的時候 你要有自我抵觸 這個才是詩跟政治的一個關 因為詩人也是一個公民 每一個公民都有他的責任跟權利 透過詩 但是詩有時候 詩人有時候是革命成功以後 聽說第二砍頭就是詩人 很多的國家 很多的國家 常常說 剛才提到佛羅斯 是把詩人 詩人趕出去 你想說 沒有什麼詩人 這個詩跟政治 它有這種觀念 然後詩跟權利 它是有違和感的 它有不那麼樣的和諧的關係 它有抵觸的關係 我覺得 我有時候常常跟台灣詩人講 我們在文化的領域上有在野 但因為我們跟土地有關的 因為我們沒有在文化領域上 比如說像政治的依賴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那種犯錯為惡的機會 才保留在歷史上的 詩人的一個角色的清白 有時候我常常想 有些很有名的詩人 比如像鄭索儀 他好像也許過那個 埋馬這個歌手那些詩 藏詩 這些詩人都不敢把這些 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 因為 後來他們到有一種地位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羞恥 但是作為一個貝亞波特 我們並沒有那種犯錯的 比較沒有那個機會 我們的考驗是說 我們如果變成權力 很高度的權力的時候 我們仍然能夠保持 我們那種道德的一個捷徑的時候 就這樣 而且呢 今天在這裡 稍微這段時間 跟大家 談一談那個我自己的那個 詩跟正式的一個詩人 最重要的話都還是在一個 我大概有 書有大概七十幾本 然後我帶十五本裡面 有一些是合集 有一些詩 有一些歡迎 有一些詩說 可能是 我一年現在 我每天都在都在寫 一年大概有 十兩道詩人 那最近我也在那個人本雜記 有一個他們請我寫一個 我生第二次 我寫了十二十堂課 我用我特色的方法 第一篇我寫詩是什麼 那我用詩來講詩 第二篇我寫了一首詩的尋程 第三個月我是寫那個 詩是為什麼 然後下個月我要出國 我現在已經快寫好一個下 下下個月 叫做詩人是什麼樣的人 那我慢慢的會延續 大概二十個不同的面向 主題去寫 那對我來講 詩人的最大的雄辯 還是在他的作品裡面 在他的文書裡面 然後我今天是在我們作品 和日式以外的一種開槓 希望各位對這個課點多一點點了解 對詩人的許愛 然後也變成一個 如果喜歡就不是人 其他各位 謝謝 謝謝 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是李老師的粉絲 那我們有一點時間開放讓李老師的粉絲 可以問一個問題跟他對話 馬上就有人舉手了 好 謝謝李老師 我提提出確認您的粉絲 那我想 我據我主持人 你曾經改寫過一首詩 在說有一個人 這首歌後來奇遇有唱過 那那個應該是李套翔老師 對 我很好奇這首詩的原創者是誰 那我 我有很多問題 在整個華語書這裡面 我個人最喜愛的作家是郭松敦先生 他在1984年的時候 就以詩的題材寫了樂影這篇小說 我在13歲那年我就明天上海 從此曾經上海難為首 那他是主統牌的 他當年為了老調 跟有大任一樣就是被別人為名單 然後放棄柏克萊大學的 老師學會到紐約教科文 因為教科文組織工作 那他過世的時候我非常相信 另外我也非常喜愛林亨台先生的詩 十八卦山下的詩 那他是左獨派 那我個人認為在左翼的事業上 跟左土跟左獨是非常純操的 我尊敬楊葵先生 我也一樣尊敬念詩楊先生 那我很好奇就是 林亨老師您對這幾位詩人跟 忍到疑診的觀念 還有就是如果一直要成為一個詩人 而且是一位好的詩人 要如何的詩人自己 我覺得那個郭松芬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家 他的走統後來變更不是統 他事實上他過世前的幾年 是非常有台灣意識的 劉大人也是一樣 後來陳映生是非常批評柳大人 因為他們在1990年代以後 就常常跟陳映生反映中國的問題 然後陳映生就會批評他們 受到美國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 所以說實上 郭松芬他後來 不是那樣的統派的 那我覺得一個知識人 近代二十世紀 就是說在某一個階段 會有走意識我覺得是正常的 包括歐洲 在蘇聯革命的時候 會去支持的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到蘇聯決定 或是現在的中國狀況的時候 還認為他是對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奇怪的問題 所以有人想說 陳映生他不是社會主義者 他是中華民族主義者 可能比較強 我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台灣的一個民亂現象 郭松芬過世的時候 比他爸爸過世很早 他爸爸過世以後 我寫了一首書 懷念他們兩個人 那我覺得一個國家 是需要的 國家也是維權的 那國家要有一種自然的共同體的條件 比如說 至少在台灣 我覺得 民主的一個原則是應該被重視的 就是說 你要作為一個國家 你要作為別人的國家的一部分 或是變成別人的國家 理論上 你應該重視一個 一個著名的自覺的原則 如果你一個好的國家 為什麼人家不會去做你的國民呢 台灣有那麼多人要去做美國人 有人強迫他們 我覺得沒有 這個當然是一個淘寶主義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一個日本人在戰爭結束以後 他講國家是重要的 國家也是維權的 國家要適當的 作為一個 共同體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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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形成的條件 我希望台灣也能夠這樣 就是說 國家主義是什麼 民主主義是不一定好 可是民主限制不能避免 國家是不能避免 如果說你要 能夠有機會 有你的一個 當然如果你不要一個國家 你也不能強迫別人 不要你自己的國家 我是覺得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國家的主人的權力責任 就可以選擇 去取決台灣中文文明 台灣現在太多的作家 最近在那個 比如說在台灣很多人 很崇拜陳定征 最近台南成功大學 有一篇博士論文是研究陳定征 然後他很崇拜陳定征 研究陳定征以後 發覺有問題性 因為陳定征 台南講 他的叔叔 他伯伯跟他父親是 就是取名他的中國民主主義反日 可是他找了很多資料去證明 他們的父子被曾經在日本統治的破解 當警察的時候去參加過日本的那個 爭取我愛國歌曲的比善特效 所以顯然有人說 陳定征一直提到他的父親跟伯父 起名他民主主義是一種 自己對自己的一種 一種怎麼樣 一種取刷或是怎麼樣 那我這個是個類的問題 陳定征後來是對羅大人 對羅大人不太好 你看那個 陳大博士文寫陳定征的現象 也會提到 他後來是批評的羅大人 這個有很多的 去年代的保教運動的人 在當時是有他的那種 作為資訊人的那種 神針的一面 他很多人有些人後來梳理了 後來是另外的做選擇 這個就有很多現象 我覺得那個 林寅派是一個 戰後 對那個居權的現代主義 提供很多條件的一個 戰前留下來的一個 日本主義 以日以形成的一個居權 那因為他讀過師大全身的 資訊人權 對他的中文嘛 然後他受到日本的這種 現代主義的影響 對透過日本吸收的現代主義的體論 他提供那個居權 我最近剛學了一個劇權 劇權過世 然後劇權有很多 然後我特別介紹一個 有人歡迎一個日本人 在上海學的劇權 這個詩人路易志 很有趣 回到那個 不談的政治也充實 解到一個日本 侵入中國 跟中國被日本侵入 兩個人在那邊抬槓 在那邊互相 互相說自己 保護自己的國家的那種 那個 那個 林恒泰他是 他的特殊性 在他的那個 那種 他的理智 自信 林恒泰不是一個感性的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書裡面 被語言的那個清潔 他被語言的過照 他有一本書裡叫做 《非情之歌》 我們現在很多比較看到的是 他80年代以後 寫了一些比較書籤 然後60年代以前也寫了一些書籤 比如說228之前也寫了一些 比較有寫實的社會的 比如說他寫的那個 夏宇過後 所有青台都潮濕了 寫好像他的也沒有 他寫那個228事件 所有的人那種 那個悲苦 那個悲苦 但他在台灣的現代主義 這被強調的不是這些東西 是他的圖像 是他的那個風景 還有他的那個 比如說他寫那個 黃黃鱗的外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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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鱗的海面還有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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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寫他 寫那個海線火車 經過那個 頭昏的時候的那個 海邊的黃黃鱗的那個 他 在那個 以前有一個人 在華國也是一個交通家 他學了大概五六萬幾論這首詩 音樂啊 視覺啊 比如他那個 黃黃鱗的 黃黃鱗的 他這裡面就是有非常特別的 就是沒有形容詞 事實上現在很多的書人都知道 就是重要的是動詞 不是形容詞 但是有時候很多書 太多的形容詞 就靠那個形容詞去 去美好 很多的書 那我記得 那林蔚的論說很強 他的思考非常細密 他當然是那個階段裡面 我剛提到他跟那個 選一個文子類的那個 陳錦人 金人 還有陳千古 寫平安那個陳千古 他們是不一樣的訓言 我曾經用那個 金木水游圖裡面去講 我說 林蔚是木 陳千古是火 陳錦人是土 那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就是湛冰 他是水 師 還有他的性格 但是我 因為我沒有找到這裡面的 金木水游圖的金 還有水、木、火、土的性格 比如說陳錦人他有土 有那個鄉土、土地的觀念 然後那個林蔚的木 我們知道木 他本身是有他的那個 木的質感 我們看看木材 陳千古是火 他很多的書 他寫那個麻糬的殘酷 或者在日本出了熱板 整個他霹靂公養的統治 他說他用一手屋頂 他說換屋頂 每一個朝代都換一屋頂 日本統治一個人在日本屋頂 那工廠來工廠的屋頂 台灣就常常在換屋頂 他用這樣來學學那個 麻糬啊 你讓你的味道給年輕的女人 人家已經把那個火箭打到太空 他寫到這些 他非常有那種 那林蔚比較沒有 林蔚的那個詩比較冷靜 他甚至有一個詩 叫做灰情之歌 灰情歌裡面就是白、黑、黑、白 有沒有 他理論上要有一點 一種那個符號線的書情的 有理論者認為他這個系列 就影響到 影響到多大又早期的思維傳作 我是沒有仔細去思考這些關心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對那個 那個語言中文的實驗 有他的一個性格 那他同時在跟他最長的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另外一個是在白秋 我記得白秋都比較 對他跟他比起來 白秋比較有那種介入 比如說白秋有一種非常長的書 叫做Sluper 血鳥 他用下雪中的鳥來比喻台灣的主見 他說不要觸探我的主題 生存或死亡 你不要觸探我的主題 所以他一隻鳥 生存只生存在冰雪的象徵中 你不能觸探我的主題 你不能觸探我生的主題 你不能觸探我生的主題 你不能觸探我生的死亡的主題 然後他一直這樣繞 三個張覺迴旋 非常有音樂 然後提到那個 你就是從這個 冰雪就是那個混尾 那我就是那個鳥 然後樹就枯掉了 冰雪就枯掉了 他用那個幾個地上一直繞 就這樣他們各有各的那個特訓 本來創作的就是我自己的那個想法 我生到的影響 然後我覺得還有雪雪 我覺得就是 第一個 對語言的條件 語言本身是一個意義的職位 可是詩裡面它有它的音樂性跟圖畫性的翅膀 不管你沒有語言有沒有語言 語言就是有聲音 那語言就是有圖像 所以這個圖像跟聲音就是支持你的意義 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認華記 那這個當然是一種形式論 所以詩是有兩個階段 因為是point 詩等 那是一種感動 一種感受 然後表現是point 表現是你要受到語言的形式當然要考驗 詩等 或是成為一首詩的具體的時候 它是兩個層次 那我覺得這個是多讀 多學 然後慢慢找出一個訣竅 然後一直都有它的傳統 然後你在傳統裡面得到營養 找到一個你延伸傳統 如果你要做一個比較真正特殊的 然後你介入每一個詩人都有你每一個詩人的 你的所謂詩的的那個見證 有些你說女性詩裡有些詩是每一個詩人的那個 他的判出的主題都不再一樣 但都能夠成為好的詩 這裡面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科學裡就是會找到你自己 想要去嘗試走的路線表達的 就有一個人 你知道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是那個 那個一個 生蟲舉日本 一個韓國詩人的詩 是讓我是有翻譯 然後我給那個 原來那個 李蔡翔那個 那個要奏曲的時候 這個詩就是 非常 很多人很喜歡 它是那個 生 生蟳的生 蟲 蟲蟲的蟲 局就是局中的局 有一個人是說每一天的深夜 當我要關上我的窗 我看到地球那邊 有一個人把他的窗打開 然後是不是在我的夜晚 他徬徨不一 或是他守護著我安眠 我不太清楚 第二天我打開窗 我要看到地球那邊 那一個人在關窗 輪到他守護著我 輪到我守護著他安眠嗎 或是我在他的夜晚徬徨不一 我天天跟他這麼相依 跟他這麼別離 這個曲域唱的 就那個曲子 那個唱盤的 其實的主題曲 好 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再跟大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李老師等一下 還會繼續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還 有其他進入的問題 那還可以等一下 再問 那我想簡單 兩分鐘做一個總結 我們今天我們講 詩人 詩人 同時也是在一個 特別的一個國家 也所謂的詩人 所以他也還是一樣 有公民的身份 那詩 是一項 創作 像創作 要能夠成 他必須是 跟著在一個 演的傳統裡面 然後他也一定是 有自由的發揮 如果詩人的身份 具有自由 那我想他 身為公民的身份 就不應該 看到別人 自由被壓迫的時候 他毫無感受 所以大概是 出自於這 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詩人如果是挺見良心 他這個是一個 自我的對話 然後他 真的 不會讓另外一個魔 躲起來 跟他說話的話 那我想這 也就是一個 道德的完整性 他不是只有一邊的我 那他應該就是 以一個公民的身份 展現在世界上 也許會去關懷弱勢 所以這個角度來看 詩也是一種精神 那也是一種 我們對待歷史傳承 以及對待我們現在 其他的同胞 或其他的人類整體的 一種態度 那這種態度當然也是 政治的態度 那 有些人很幸運 他的人生 活得也像一首詩 然後有人活得是 斷念的賞 有人活得 寫壞的句子 有人活得像是 冷笑話一則 但是 東天 我們今天非常的高興 就是 我們有詩人親自來到現場 然後 他的生命也非常豐富 如果大家繼續看 然後還有他的傳記 他本人 他的生命的意思 絕對不是散文而已 他也是一首詩 還有他關鍵的土地 以及他直接用詩來介入政治 我想 不管是他的詩 或者他的人 都還值得我們讀 非常高興 大家今天能夠來到現場 謝謝大家 請你 請 感谢观看